沒有想說 欸 你看他活著他都動了 他都動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FIRSEAXA 現在呢 我人在連日本人都不知道的逆境島嶼 就是乙骑島 那為什麼我會認識這座島呢 是因為去年我在做日本電視節目主持的時候 有來訪過這邊 對這邊深深感動 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特別的經典 所以我才想再自己來一次 那這邊呢 有日本牧民非常漂亮的海邊 那台灣的大家聽到海 能不能想到沖水 這一次從台灣搭飛到湖岡那兩個小時 再坐船一下就到了 這邊是台女自古以來非常有名的地方 所以正常海鮮 白蛋啊 義騎牛 超級絕品好吃的河牛 農作物也非常豐盛 所以這邊不只是可以吃 只就可以體驗很多的大自然 哇哦 雖然是大流大咧 今天呢 很不吵的就是有下雨 不過 還是低大不吵 我才對頭腦的期待 不過都是走吧 GOGO 我終於來到浦海丹體驗的地方了 這一次從台灣特地來一起做浦海丹 這個浦海丹體驗在日本也是很稀有的 而且呢 你看這個海膽 它是海女們 剛剛從海底撈上來超級新鮮的 欸 它是不是真的有在動啊 是嗎 不曉得 好 我是右 右鞋子 所以要先戴這個 這個日文叫做 GUNDE 就是那個手套 然後這個是因為怕海膽會噴漬 所以 好 這樣子 就以防噴到這支衣服 然後呢 方法是 這個就是主要撲海膽的工具 它這個壓一下 它會打開這樣子 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撲海膽 因為在日本撲海膽真的很少見 我想應該也是大部分日本人都沒有做過這個體驗 好 我現在很期待 那聽說呢 就是這邊啊 有看到嗎 它這個中間的地方 聽說是它的肚臍 朝著這個肚臍就是整個往下戳 戳到底 然後呢 就是壓一下 它這邊就會打開 然後再來撲開的樣子 好 那我人生第一次的撲海膽體驗 要來囉 好 喔 欸 它的那個觸感好奇妙耶 等一下 你看你看 它這邊是短短的 就是 欸 是軟的耶 沒有想說 欸 你看它活著 它在動了 它在動了 它在抖了 它在走了 我剛剛真的沒有 沒有看錯 它真的在動 欸 因為我戳它的肚臍它可能不舒服耶 我突然覺得有點可憐耶 對不起喔 好 欸 很輕鬆耶 我完全不費力氣 好 我要打開它囉 好 喔 打開了 天啊 它還在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欸 你看 你看 它這個汁是海水嗎 好 我打開囉 欸 天啊 哇 欸 大家有看過海膽裡面是長這個樣子嗎 太酷了 好 那聽說呢 這個 欸 這個海膽就是肉的部分啊 你可以直接吃或者是用海水洗一洗 吃也可以 然後這個黑色的部分 它說就是不能吃了這樣子 對 欸 所以你看 一顆海膽 它的 這個 內餡就是這樣子 所以 一般海膽洞 它不知道是補了幾顆海膽 才有那麼豐盛的海膽 對不對 好 那我先來吃吃看 好 那接下來就是 用這個湯匙 挖它 我先原味吃一口看看好了 我要吃了 いただきます 天啊 超級新鮮的耶 這個真的是我人生這一輩子吃過最新鮮的海膽吧 因為它還活著耶 好鮮甜喔 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太美味了 天啊 真的超愛吃海膽的 很好吃 天啊 我真的 那這一趟來這個就已經很滿足了 好吃耶 好 來這邊跟大家講一下海膽小知識 大家知道我們吃的這個黃色的部位 是海膽的什麼部分嗎 大家一定不曉得 我也是來這邊才知道的 結果這個黃色的部分呢 是它的 生殖器 聽起來有點害羞 生殖器官喔 不 天啊 不 天啊 不 天啊 拜託 不要 不要 我現在來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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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騎這個島上呢 加上大大小小的神社 大概有兩千多以上 那整座島嶼就是一個 就是非常神聖的景點 整座島嶼喔 對 那這邊呢 他們的肚子 現在蓋住看不到 但是都有一個洞 那聽說是可以放棍拼 以免呢 也現在是退潮嘛 在地面中 我也可以走進來 但是它在 滿潮的時候呢 看起來就像 浮在海邊中 對 那它肚子的洞呢 就是放棍拼 以免被海浪沖走 這樣子